儿子给额娘请安 快起来 额娘腿伤出狱 快坐下吧 腿伤之后 一直没来看你的功课 好在你是勤快的孩子 不用额娘操心 你读你的书 我和红燕听着 好叫红燕 将来和你一样用功 儿子哪有红燕那样聪慧 你们俩都是我的儿子 自然都不会差的 儿子没有红燕福气好 额娘刚见你的时候 你还小 一直在圆明园中 不得人照顾 额娘一直很愧疚 没有把你早些 接到宫中来 儿子能见到额娘 才能小事到母子之缘 如今额娘 虽不如从前 在华马心中的分量 但无论发生什么事 儿子也不会欺额娘于不顾 红燕和灵溪还年幼 额娘的指望 都在你身上了 是 儿子明白 听苏陪圣说 皇上这两日用事要不香 可以听你弹琴当宝餐 行不行啊 臣妾自问没有这样的好本事 皇上万万不可过分抬举臣妾 若哪一天 皇上听信了聘机司臣之言 会一条白灵赐死臣妾的 白灵嫁贵 朕想想便算了 皇上还能说笑 便知心情不错 朕要烦心的是太子之争 四阿哥年长 六阿哥是朕心头最爱 朕也为难 说到底 朕总是想起四阿哥的出身来 臣妾希望果本归正 请皇上听臣妾一言 说吧 皇上 说红雁年幼 不宜济立为大统之人 必定心存诅咒 皇上身体康健 何愁等不到红雁而立之年 这样说的人 朕也不喜欢 那么你还是觉得 咱们的孩子最好 是不是 红雁资质平庸 不宜被立为太子 所以为长远记 四阿哥是最合适的人选 四阿哥并非你亲生 皇上烦心的是太子人选 而非是否臣妾亲生 那若是朕 为四阿哥寻一个 出身更高贵的养母呢 只要名正言顺 江山后继有人 臣妾绝无意义 经此一事 任意属于你为皇后 臣妾以蒙圣恩殊荣 不敢与纯元皇后比肩 且为臣妾一事 已经物意如废 臣妾不愿居于炭火之上 让皇上为君臣夫妻情分为难 谢皇上 若如此 朕也不勉强你 额娘 儿子给额娘请安 都已经是成家的人了 一高兴起来还没个分寸 今儿个早朝 华马说 封儿子为宝亲王 这是应该的 你是长子 也该是皇子中第一位亲王啊 可是六弟还没有被封亲王 六阿哥还小 而且额娘希望 他的亲王之位 会由你来封 额娘 额娘的意思你若明白 就知道该如何做了 喜怒不行于色 心事勿让人知 更别叫人 可以轻易揣测你的喜悟 是 下个月 便是你皇阿玛的生辰万寿节 你皇阿玛老了 会喜欢热闹的 是 儿子一定竭尽全力 好好的去办 那就好好办 是 皇上 家宝 皇上 家宝 皇上 皇上 家宝 皇上 家 不 跪 叩手 请 再叩手 起 三叩手 起 行 礼成 我 不可一日无君 请 西贵妃上位 西贵妃 本是有皇子之人 这楚位之事 岂是她说了算 先帝在身 西贵妃掌六宫大权 未同富后 自然可说 国家大事 深宫妇人怎么懂的 只是先帝在世 多番提起楚位之事 林终也有吩咐 本宫一直不敢妄言 今日诸位亲王都在 本宫只得巨石相公 你别当我不小的 立皇口小儿为国君 怎能服众啊 士族六岁登基 圣祖八岁登基 天位所在 怎不能服众 士族有多儿滚 圣祖有敖拜 你可别学错了路 你 本宫既然掌管六宫事宜 那诸位亲王 不得不听完本宫说完这一句 再分辨 先帝圣明 虽然喜爱六阿哥 却也知主少国仪 一切以国事为重 西贵妃所言甚是 是 先帝有亲笔秘旨 斯阿哥弘历 人品贵重历练有成 宜成纪大统 处未之事 怎凭你一面之词 先帝并重 四阿哥坚果 恒秦王是否对先帝 有不臣之心 才处处加以揣策 先帝高瞻元主 早将亲笔秘旨 皇旨顾丰 住于锦匣内 搁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排便之后 诸位王爷及亲贵大臣 可前往乾清宫解宴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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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跪 一叩首 再叩首 三叩首 朕今日登基 当行仁孝之道 尊先帝世宗一命 追尊嫡母淳元皇后为孝敬皇太后 尊圣母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 附近傅察氏为皇后 册附近乌拉那拉氏为贤妃 册礼追封之事皆由礼部郑重相待 王大人下 Swing 功夫 铺 将功夫 将功夫 始付 副